常常听别人说,最好不要用含有激素的化妆品,因为使用这种化妆品会让人产生依赖性,长期使用对皮肤是会产生危害的,一不小心就会变成了激素脸。 激素脸指的就是长期使用含有激素的化妆品,或者是护肤品,使里面的有毒物质是留在了皮肤里面,而这些毒素会严重的破坏脸部皮肤的正常,从而形成了一种皮肤病,而这种皮肤病主要有几点危害。 第一,影响人的颜值,严重一点的可能就是毁容了,因为这些激素引起的皮肤问题是比较严重的,比如说长出一些红团块,橱窗之类的东西,就像痘痘一样是很难消除的,而且激素把皮肤功能彻底破坏掉,是很难再次恢复到正常的状态的。 第二,破坏面部的抵抗力,因为这些激素就像毒品一样,是会让人有依赖性的。 一旦停泳,皮肤就会感觉非常的不舒服,这种持续的破坏,最终就会使面部皮肤的免疫功能丧失掉。 第三,影响心理健康,这一点是比较严重的,因为几次对皮肤的破坏,使得患者内心会感到自卑,以至于不敢出门, 不敢面对别人,久而久之就会一律成疾,形成心理障碍。 既然例如化妆品的危害这么大,在选择化妆品的时候,就应该谨慎一些,避免来到这种激素化妆品。 下面就有几个小绝脚,第一,察言观色,来化妆品的时候,要看其颜色是否鲜明,最好在手上先试用一下,寻找与自己肤色匹配的颜色。 不要刻意的去追求半,如果发现这个化妆品的颜色已经开始发黄,发黑或者是上面有白色拌定之类的,基本上可以断定是过期的,那么这种就不要买了。 第二,闻香湿味,这个说的是尽量不要选择那些闻起来,让人感觉刺鼻,或者是一闻到就觉得头女恶心的气味的化妆品。 这种一般都是添加了很多香精的化学用品,会对皮肤产生一些形象。 第三,亲身体验,在选购水乳一类的化妆品时,可以在手上先试用一下。 如果涂上去感觉比较服贴,质地比较细腻的,一般是建议购买的,如果感觉很粘稠,甚至看起来有点恶心,这种最好就不要购买了。 无论如何,选择化妆品的时候,一定要从理性出发,放亮眼睛人里技术化妆品,选择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